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按订阅 按小铃铛 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 如果有关于园艺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Robert会尽快给您回答 说到杏子 我朋友这两天送了我一颗杏子去 所以呢 我真的很怕 我不会照顾 那我只好来请教你 你都跟我混那么久了 他讲这种话丢人了 你讲完了我就从这边耳朵出 那边耳朵出了 对你自己要有自信 听我讲的 没有一百分也起码有九十分 还是拿来现场请教我们专家 比较放心一点 我就讲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照顾 所以你男朋友送你的 我啊 我们一个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男朋友呢 朋友也可以送啊 对对对 误会误会 对啊 杏子树啊 看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的核来培养 对 可是要跟那个核桃 那个方法 桃树差不多吧 因为啊 你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吃多少水果 你要是种水果 等个多少年 和年马月 那年头发都等白了 急死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报告 最好的方法 高压把 环状剥皮 包水草 或者包 啊 包椰子 椰子的纤维包住 大包一点 包住 让它长根 哪里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对 我跟你说 你有本事 你看我以前包那个龙眼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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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瘦的花 对啊 我不要等啊 我等到急死了 急死了 但是就是说 如果有兴趣 有耐性 也可以用核来培植 那个是好玩 对不对 那是更有感情 就像养个小狗 就从小抱出来 也养 对不对 不一样嘛 但是我们以前 Roberty 曾经给我们路过那个 环状剥皮 高压法 请你们可以参考 参考那个方法 参考前面的 这一棵 我估计它是用高压法 环状剥皮 长出来的 为什么 你们各位看一下啊 够粗吧 嗯 一般叉枝哦 这么粗 能够活的 不是说不可能 嗯 但是呢 它这个 它这个 有一个这个老化 不是老化了 它就有一种 烈烈的这种 活 看样年龄不小 对对对 这就表示这个枝啊 已经是很久了 它这个本身在树上做 这个这颗枝牙 就是很 很有来力了 起码都是这个枝牙 起码都是将近三五年的 哦 然后呢 底下 环状剥皮包好 让它长根 长根之后 然后一定要长满啊 各位好朋友 好多我的朋友 他用高压法看到长根了 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 根还没长到爆棚 他就把它锯掉 哎呦 然后不行啊 你一定要让它整个袋子 或者整个罐子 全部包的满满 要崩开一样 哦 那个时候你再小心的锯掉 而且不能在大太阳的时候啊 你要不然就是傍晚的时候 锯掉以后 它可以休息一下 晚上 你就赶快入盆 赶快入盆 然后用湿的 湿的水浇上 然后让它保持湿度 嗯 这样子它的根呢 才能够长出来 嗯 很多都是在最后 功亏一篑 嗯 根没有长到很爆棚 就锯了 锯了 锯了 然后又是在大太阳底下 做 它散发水分太快 就不行 你知道高压法 你剪 要把它锯下来的时候 像我如果在朋友家很远 我开着车程将近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把上面的枝牙 去得几乎三分之二 为什么 因为枝叶就是会消耗水分 嗯 它把水分都消耗掉 你说不好嘛 嗯 就是说 在我们跟它母体去开的时候 就是尽量保持水分 养分水分 通通保持住 嗯 这个仙子树 你看啊 很不错了 因为它底下长 长牙了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牙留着吗 这牙现在不能摘掉 不能摘 对 因为这个牙 现在它上面已经长得很好 让它先长 让它先长 那长到某个粗的 形形的时候 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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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做擦肢的动作 可以让它长 一直长 长个差不多两尺 两尺左右 如果它长得还是很不错的时候 在两尺左右的地方 顶端的话 稍微剪掉 剪掉让它再发 因为它一直往上长的话 不如它底下的路 对不对 长宽一点 长宽一点 你果树 你如果长个十五尺二十尺 每天爬梯 你摘它的时候 你都觉得累 你让它像个灌木 对不对 圆圆滚滚的 摘果树啊 摘果子啊 浇水啊 水分啊 肥料啊 都省了 都省了 对啊 不是让它长高大 而是要长得低矮 对 那里面的这些杂草 也不要留的吧 这个杂草 你可以摘掉 然后你拿回家洗一洗啊 干嘛 炒菜啊 炒蛋吃 哈哈哈哈 这个杂草 你不要看啊 你看这杂草的根啊 这杂草的根啊 它都是在吸收 这个里面的水分跟养分的 哎呦 它都在吸收水分跟养分的 所以一定要除掉 要除掉 要除掉 所以南丁是很细心的 很细心很细心 好 你看 这个杂草就除掉了嘛 对不对 这个野草炒蛋 跟乃莉讲 那是开玩笑的啊 要真的去炒菜啊 不能开玩笑 关于中毒了 对对对 不要害人哦 不不不不不 玩笑可不能随便开哦 千万不要 所以如果 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想要学习 怎么样来环状剥皮 是是是 接着 接着 高压法 长根 高压法 请给我参考 我们美心社的 有专门 我们在不久 好像蛮久以前 蛮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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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你们可以参考 可以参考 怎么样来做 环状剥皮 我记得有一次是讲 到一个朋友家嘛 讲那个琵琶嘛 对吧 到一个朋友家去 环状剥皮 那个琵琶已经长到十尺 我心黑手辣 我就接了一个十尺高 又粗又大 因为他那个琵琶的品种非常好 你知道 环状剥皮高压法所拿下来的这个滋养 是跟他爸爸妈妈是完全一样 品种一样 品种完全一样 所以你放心 比较保险 对对对 品质保证 我那个 我现在那个更不得了了 长了蛮瘦的叶子 哎呀 十尺高 接着十尺高的 他要光线还是 多还是少 像这样子一颗的时候 他已经是 已经脱离了 baby的时期了 他已经到了teenager 他长得已经蛮结实了 对他蛮结实 这时候可以晒太阳 可以啊 可以晒太阳 我不怕太阳 不怕太阳 而且他的叶子各方面都长了 像这个都是已经枯掉了 可以从这里剪掉 从这里剪掉 这个就是金龟 跑掉了 差点抓到 又来了 又来了 他闻到这个 他闻到这个杏子的味道 来 他闻到这个味道 好 那这边可以剪掉了 对 这个把它剪掉 这个已经完全不出了 不需要在那边难堪了 那这比如说 这些小只要不要留着呢 还是留着 这些小只要留着 为什么 你如果这个小只不留着 他就一直哭到底了 他所以没有哭到底 就是因为这几个小只 保了他的命 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上面 说不定有小只 大概就是断掉了 或者这样 所以他一直往下哭 一直往下哭 不过这个不是枯枝病 这个就是一个植物的生理现象 他在这个地方 他就不想长 他为什么不想长 他没有儿子孙子 他就不长了 他就把这个地方 自己自动放弃了 但是你身边就有姿势 你看 他哭到这里他就停了 对 那现在这个枯枝要剪掉 对 因为这个枯枝又硬又粗 一般呢 像这种剪刀 你根本剪不动 那当然 可是 有一种剪刀是两边都立的 剪它 有时候一剪它 它会脆掉 我的天哪 离远一点 我告诉你 它剪得漂漂亮亮 剪得漂漂亮亮 好平 非常平 看到没有 你确定它枯了吗 都是枯的 当然枯了 这都可以拿去 说弹香烧香了 已经干了 所以它留在上面 只是浪费了 他们的养分 对 不是 你这个枯枝在上面 会有什么问题 万一碰到雨季的时候 万一碰到有一些在住在树上的一些 美国这里没有什么天牛了 加州没有 别的地方有天牛 它就专门找这种枯枝住进去 它坐进去 往下 往下就一直下去了 简单化的 要不要把它涂起来保护一下 如果你有油漆 你有油漆 拿油漆把它点点擦一擦 不过一般 它既然这边已经干了 枯了 它不会出问题 最怕就是 立后这边还是湿的 它有细菌进去 会烂的 会烂 对 就是我们人的伤口结了 结了疤了 对不对 它只要等它掉 就没事了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它这些地方 就会长得很好 这几个就麻会长上来 就安心 它的养分比较集中 对 再加上这下面的小喵 你先让它长 没关系 对对对 那还有 要不要放肥料 要 都要 都要 还是 你放点股粉 放点 现在不要放股粉 因为这个现在不可能 这么小开花 不要 给它什么 就是一般的 淡淋钾 淋肥稍微少一点 淡肥 甲肥 让它长皮 长叶子 一点点 淋肥也是需要一点点的 自己可以配 好极了 那我回去又有事做 可以好好的照顾 对 有的忙的 对 对 高兴是很高兴 但是又想着 哎哟 每天还要照顾它 对 我够忙的了 我跟你讲 我家像动物园一样 我告诉你 你做庭院 对不对 你就会安排你的时间 有的人是闲着没事儿 整天坐在电视机底下 屁股都做大做扁 问题是 我不是光有庭院 我还有好多的动物 你还养她 她最近还牵了两头羊 我建议养了大乌龟 哎呀 那好玩 好 那这样子我就知道回去怎么照顾她了 对对对 她可以全日照了 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 很好 谢谢 非常不错 重的非常不错 那我回去有任何问题 我再随时跟你请教 不敢当办 不要说请教 有一个达人的朋友 不要那么客气了 我就直接问你 好 谢谢Robert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收看 谢谢收看 请我们按赞 谢谢 哈哈哈